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恭喜王一波车队获得GD3比赛第二回合冠军 昨天赛道首秀 第一回合亚军 今天第二回合 冠军 而王一波个人 在贡献了昨天首场比赛精彩的缠斗和压制之后 今天又以非常漂亮的个人圈速成绩完成赛车交接 尤其是在第六位出发 面对前车三连撞完美避过 以超级稳定的技术和心态 稳稳与后车拉开差距 并最终以第四位成绩的安全交接 冠军 并且刷新自己最快圈速 并且再次呈现除了一名职业赛 车手超级稳定和强大的心态 新人车手王一波了不起 再次恭喜王一波和王一波车队 王一波跨界完赛车 首秀竟然小组第二 这跨界能力也太强了吧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 明星们的每一个举动都能掀起轩然大波 近日 王一波在GD3赛车比赛中的首秀 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这位酷盖男孩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 在赛车领域也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和潜力 王一波的赛车手秀可谓是一次大胆的跨界尝试 10月19日 他化身85号赛车手 在珠海国际赛车场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比赛前 他进行了三轮紧张的练习赛 每次练习后状态都超赞 这也为他正式比赛时的良好表现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比赛当天 王一波的表现更是让现场和线上的观众都沸腾了 他驾驶着赛车在赛道上飞驰 每一个弯道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尤其是几次漂亮的超车 简直是帅到没朋友 最终 王一波以小组第二 全场第六的成绩完成了他的赛车手秀 最快圈速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分39秒502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这成绩已经相当炸裂了 王一波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他的赛车之路始于他对速度与激情的热爱 早在2019年 他就开始接触赛车 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进步 他曾参加过多次业余赛车比赛 并在2020年获得了澳门格兰 批制大赛车的参赛资格 这次在GD3赛车比赛中的首秀 更是他不断挑战自我 勇于尝试的结果 王一波在赛车领域的成功离不开 他的努力和坚持 赛车是一项高风险 高强度的运动 需要极高的技术和体能 为了在这项运动中取得好成绩 王一波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他在比赛前进行了多次练习 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提升自己的驾驶技术 王一波的成功也离不开团队的支持和合作 在赛车比赛中 团队的作用不可忽视 王一波的团队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和全方位的支持 确保他在比赛中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 特别是在比赛前的练习赛中 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 并为他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指导 王一波的跨界尝试不仅展现了他的多面才华 更让粉丝们看到了他不断挑战自我 勇于尝试的精神 与职业赛车手同台竞技 王一波的表现无疑让人眼前一亮 他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荣光 更是对坚持不懈精神的最好诠释 王一波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有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他的成功模式不仅仅适用于娱乐圈 还可以运用到其他行业和领域 他的精力激励着无数年轻人勇往直前 追寻梦想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 成功的秘诀在于永不改变既定的目标 王一波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创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并为我们带来了无数惊喜和感动的时刻 王一波的成功之路充满了挑战和坎坷 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成功 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年轻人勇往直前 追寻梦想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王一波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